嗨大家 今天我來到了彰化 這裡是 跟我閒聊總部 這是我學長阿根 我是阿根 那這裡就是我們平常錄音的地方 我的節目在Podcast上面叫做 跟我閒聊 運動談文化 我們今天邀請到哲瑞 其實是 很希望他可以分享一些 因為過去大家在螢幕前面 看起來他是不是帥帥的 然後 和大家分享一些跑步姿勢 或是運動相關的 有趣的事情 但今天談的可能會比較深層 所以我們會從 他的成長過程 然後當運動員的生涯 甚至是 創立了跑團 錄YouTube 等等的 和大家分享 非常深層 就是揭開我這個心理的一些內容 很棒 那我們準備 看下去 你現在 那個 YouTube 人數 若以運動平台來說 是最多的嗎 不是 不是 最近蠻多看上漲的阿 上漲 彭尊阿 還有 可是如果不算 棒籃球勒 因為我覺得棒籃球的 如果是非國球項目 應該算是偏前面 但健身也排除之外 就應該是 算前幾名 那如果以男生來說呢 男生啊 我好像沒有 影像還有誰拍 就鴻尊吧 恩恩 對 但他一開始也是做潮流 所以 如果說現在 如果以 YouTube來說 你可以算是 前三 男生的前三 我是不敢這樣自稱阿 應該是 有 應該有這個機會 對啊 好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 哲瑞 梁哲瑞 那他算是 我的學弟 可是我不確定 我有沒有跟你 就是 就學期間 我畢業的時候 你進來了嗎 好像沒有重疊到 沒有重疊到 所以其實已經差到 有事 應該沒有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 哲瑞 他現在 大家對他可能有 各種不同的印象 可能是YouTube 可能是跑步的教練 那 我認識他 算是蠻早的 從他 還很選手風格的時候 就認識到現在 所以 真的嗎 對 因為 我至少記得 你有去日本拼 世大運想要打標 應該也算是 很選手時期 對啊 所以 我對你的印象 應該比多數人 還要更 更多面向 因為 大家如果是 近期才認識你的 例如說YouTube 或者是跑團教練 都已經比較社會化 對對對 可以這麼說 大概我那時候算是 也算選手晚期 晚期 這樣講對嗎 末代 末代 對對對 那我們先請哲瑞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或許有些夥伴 如果是不跑步的話 可能對哲瑞 比較陌生 OK 好 那我就先來給我的slogan好了 大家知道我可能都會說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就是我最近在YouTube 比較紅起來是因為運動教學 就教跑步這樣 但其實 我個人本身以前是進走選手 然後 在 在就學期間其實也都是 就是完全很科班出身 就是高中體育班大學是 北體這樣 然後目前我的正職工作大概就是 交跑步跟 拍影片 對就是有一點 算是走上阿根的後路 就是不務正業的 就是類似像這樣 不過我覺得 剛剛因為我們在錄音之前有先吃飯先聊一下 你的 Level已經高過我太多了 他現在已經 工作室 應該不能算工作室 我這個是藝人公司有工作室 但是他已經是有請員工的狀態 所以 Level已經往上跳 所以 換我要開始 趕快跟上 那其實 哲瑞剛才講說他是選手背景 就是科班選手背景 然後 像剛剛有講說世大運這樣子 那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就田徑有這麼多項目 所以你是 選擇進走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你在 成長過程中 怎麼會選到田徑 而且 後來變成進走 反而是一個 很跳通 很 我不能說跳通 因為他本來就是田徑的項目 但是多數人 應該他在想著說 我想要 當田徑選手 可能要馬跳步 要馬 長距離跑步 要馬衝刺 100公尺 對 這些是比較傳統的 就是主流項目 相對來說 近走應該會是 比較少人 選擇當近走選手的一個選項 其實我的 我可以大概介紹一下為什麼會開始練體育 或是我從小到現在的一些歷程 我國小其實是打棒球 所以我才 要不要學校說 我們可以丟一下棒球 就是我國小的時候其實 我是在一個沒有棒球隊的學校 但是我從小就很愛棒球 所以我就 都會跟我弟一直在那邊搶看職棒 然後 從小就是兄弟像球迷 就那時候黃金世代 然後大概到國小快畢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到六年級才開始 學校有成立一些體育校隊 就是包括我們那時候去參賽過躲避球 拔河 田徑 然後甚至到最後還有去參加手球跟棒球 嗯 所以其實在棒球是 我快畢業前接觸到 但我們當然出去就是被打爆 因為我們是一個 假日球隊 我們就是單純自己喜歡打棒球 然後去打 然後 連球衣都是穿我們 我們那個小學 可能十幾年前的那套球衣 就是有點發霉 黃黃的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穿了那個球衣去比賽 但是我們 從來沒有贏過任何一場比賽 但是 就你會覺得非常的 享受在那檔下 我那時候記得 我國小還有一個就是很nice play 就是我那時候當三壘手 然後我就接了一個 邊線快穿越的球 然後國小的一壘到三壘是非常遠 然後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接到還跳起來 這樣轉身穿到壘壘 還刺殺成功 然後那時候 我就聽到 對面那個教練 他們是一個 已經打到很長去全國等級的一個學校 就說哇這個人可以練喔 可以把他帶進來什麼 但後來我就畢業了 就沒有再繼續走棒球 因為在新竹其實 我是新竹人 然後在新竹其實沒有任何 國中在我那時候是沒有棒球隊的 所以新竹很多棒球的選手都外流到外縣市 那 只是後來到我的高中 到體育班之後 我們那個高中才成立一個 國高中的一個 完整的棒球隊的體系 這樣所以我其實到國中就轉練田徑 因為沒有環境可以打棒球 然後棒球也是一個 相對來講 蠻高門檻 因為他需要很多球具 那成本來說也比較高 而且棒球會是一個 很團體的項目 就是 你到一個學校 還不一定可以選得上 所以那時候我沒有特別 覺得為了要棒球去讀一個棒球學校 對所以我後來就是 還很好動 所以在國中就參加田徑校隊 那田徑校隊其實我國中是練八百千五 然後也 成績算普通啦 沒有進到全中運過 就是大概 縣四運 我們在 我們是新竹市 所以運動會大概可以到前二 但是就是達不到 去參加全中運的標準 但是到高中就覺得 國中就這樣過了 然後到高中就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 繼續練 還是我去讀一般學校 但是去讀 我們那時候又考不上 公立學校 然後想說 那不然我就繼續念體育班 反正這個 費用比較便宜 然後我至少 就把這個 為了未來就業的這個經驗 再往後挪 我原本想說高中就要轉職不運動了 但後來又把這個選項 移到大學再來決定 所以我高中就繼續讀體育班 那我一開始進去其實是中場跑選手 但是因為我在高一的時候算是 全中運第一屆有 進走這個項目 所以那時候教練就說 全隊都來走 因為 結果全部人都來走 可能不知道誰 會走的好走的壞 然後也不知道這個項目 到底該怎麼選才 因為那時候算是非常新的一個運動項目 結果我們就 一批人去走 然後我就被留下來 因為算是協調性比較好 其實進走這個項目 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它的這個 特性就是 它不能看起來像跑步 那它有兩個很主要的規則 第一個就是不能 不能兩腳同時騰空 第二個不能在著地之後有屈膝的動作 因為會被裁判認定是跑起來才會有的動作 所以你要在符合這兩項規定之下 又要把你的速度走到最快 其實是有一點點跟協調性有關係 那後來我們就去 參賽了第1次的進走 莫名其妙也拿到全國第4名 對我來講那個時候是一個 遙不可及的夢想 因為我國中就是 連全國都站不上邊的選手 我到高中竟然練進走 就可以拿到前4名 雖然那是一個很新的項目 雖然運氣好 那也因為這樣 繼續留下來練進走 所以我的高中就 一直這樣練到 大學畢業 就是也因為進走 所以才 有升學的管道這樣 對對對 不然我可能本來就只是 縣市級的選手這樣 我覺得是 蠻特別的 就是 其實講到很多 我也蠻類似的經驗 就是雖然 我棒球雖然有打高中甲族 可是 也沒有真的特別突出 像你剛才講說 就一個nice play 真的就是會讓你 記很久 而且真的 那個感覺會很棒 很美好的 很美好的狀態 我記得我是打擊的時候 有一次真的是 把球打出全力打得強 我的身材是 不會有人覺得我是會打出去的 那一場我們是 對 大理高中 那 很強的球隊 當時還不錯 然後 目前就是在 桃園的 朱育賢 現在是 等於是對方的選手啊 所以我們就是同一個世代 然後 對方的投手也都是 當時算是台北市很優秀的 然後 我把球打出去的時候 也是旁邊的教練 是我以前的教練 他說 唉唷 看不出來 所以那種感覺就是還不錯 我比較好奇 我們先稍微回推一下下 就是你從 因為小學是 棒球 所以 轉到田徑隊的時候 教練會問說 你是 以前什麼 經驗 然後所以才讓你選擇 當 就中長距離的跑者 還是 這個是 無緣無故 就成為 中長距離 其實也不太算 因為我們國中是一個 田徑隊的形式 不是體育班 所以在那時候其實 田徑隊就是 你什麼東西強 就是去參賽 因為他沒有一個 特別的奪牌目標 就是他比較沒有一個 奪牌壓力 那 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 當初 以耐力來講 在隊上 是表現比較好的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從 400階 16階 然後還要比 800階 就是 全部項目 基本上 有點像那種 游泳選手 如果好的話 所有項目都要退 站一下 因為在一個 我們那個 一般國中的田徑隊裡面 不會說所有人都非常到 可以往 就是 限制層級的前三名推進 所以其實 如果你是一個 比較OK的選手 他基本上就是 叫你多參加 因為你要cover 其他隊友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的 專長 是800 1500為主 但是我還是要去參賽一些 比較接力型的項目 但是教練其實沒有特別 因為身材 或是什麼 選材 就單純 我那時候是比較屬於 長跑的體型 比較瘦長 所以就去參加了比較 中距離的這個項目 這樣子 好 那剛才說 就是進走 然後是一個新的項目 所以教練全部都把你們抓去練 我覺得這也蠻有趣的 因為國小也有 跑過一年的田徑隊 那時候我是 耐力比較好 可是台北市的小學 沒有這種項目 最長就是400 所以 我雖然800 可能可以跑個 好像我記得最好的時候 可能是兩分四五十這樣子 以國小來說 應該還不錯 可是沒有這個項目啊 就沒有800公尺 那教練就跟我講說 那你就去跑400 跑快一點 所以其實以前的運動環境真的是 比較沒有這種觀念 他覺得你好 你如果是 適合運動了 那什麼項目你應該都可以 所以其實 所有能夠走到頂尖的運動員 一半是運氣 就是真的遇到了 看出你適合什麼的教練 對我覺得就是 有沒有這個博樂很重要 他有沒有辦法 把你放到對的位置上 因為如果 他一直覺得你要適合在短距離 或是這個學校的 特質或是屬性 他們就喜歡在某一些專長去發揮 有時候你就會 沒有辦法把長數發揮出來 被限制 對對對 所以算是蠻可惜的 所以 剛才講到 因為進走 所以你也 你是因為 利用獨立招生的方式 考上北市大的 對 我那時候是 高中到大學 是因為我全中運拿過 第二 然後在全中井 就是田徑錦標賽 算是 僅次於全中運的 第二大賽 然後那時候拿過冠軍 所以我是用這個成績 推上 北市大 所以你有 透過 考試 就是獨立招生的考試 就有需要 做數科的 我們就是其實跟 我們的獨立招生就是會考你的專長 舉例我是進走 那我們那個考試就是去走5000公尺 我那時候還是5000公尺 那就是你要需要用你的獎狀之外 你還需要到現場去 參加測驗賽 那 他的給分其實就包含面試 包含獎狀 還有你現場測驗的成績 用三個來加總 才決定可不可以進這個學校 所以多數是以運動表現 對 作為考 大概是可能 我記得80%是成績 對 那 我們先 和大家分享一下進走好了 雖然我們剛才已經講到說 這個一定要用走的形式來操作 大家可能對那個感覺 不太了解 就是你如果雙腳騰空 其實就是跑起來 對 所以 人家會說跑步是貼地飛行 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有兩腳離地的這個時間 那你可以稍微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記得好像三次 兩次還是三次犯規就會失格 對 然後比賽距離有哪些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好 那以台灣的比賽來講 其實國小的距離大概是兩公里 那現在已經有到三公里 國小變三公里 那國中會變成五公里 然後高中大學以上 目前高中大學是十公里 那如果是全運會等級 就會仿造奧運的這個項目 就是二十公里 但目前台灣其實沒有五十公里的賽事 就是因為 奧運項目男生是二十跟五十公里 但是目前台灣因為 選手可能也沒有 對選手還沒有到那麼成熟 所以我們 目前最高是到二十公里 那以速度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走路 不會多快 但其實以奧運成績來講 大概是可以走到二十公里是七十六分 是一個日本人 叫林木雄介所保持的這個 世界紀錄 所以其實這個成績來講 他的均速都 大概要在三分四十五到四分鐘左右 非常恐怖 對 所以才會有罩乾 不會這種 形容詞出現 以台灣的成績 其實大概是在九十分左右 是二十公里的紀錄 說真的我也覺得很難 因為我自己的半馬是跑八十七分 不能再高分 就是 我跑八十七分 雖然 我沒有特別練 就是以鐵人選手的狀態去比 然後八十七分 我覺得已經很難了 然後你想 就是用走路 就像剛才講的這些規則 之下 然後 你要走到九十分左右 就是大概是四分數左右的 配數 這真的蠻有難度的 其實以 像我們在當時當選手的時候 他有一個大概 他的坎大概就是在五分數左右 以跑者來講五分數算是一個 不上不下 就是 如果你是有持續練一段時間 五分數對待來 可能是節奏跑 或是可以當到比賽配數 但在進走比賽當中 就是基本上我們都是五分數內在走 如果你是在五分數以外 其實就 沒有競爭力 那講到這個沒有競爭力 就是 這個畢竟運動的現實是很殘酷的 所以靠著 保送 上到了 北四大之後 那當然也參加過可能像大專輩 或者是 甚至更高層級的比賽 那其實像我自己 開始注意到 是因為 2017年的時候 開始有一群長距離的 選手 不不只是進走 包含了 半馬 半馬的選手 想要爭取 世大運參賽的資格 那我記得 哲瑞那時候就是在 這個成員之一 對對對 那 我記得那時候很有趣 因為你是北四大 所以應該是 嘉哲學長在 對 帶你們 算是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推手 對 你是指說 運動方面 我覺得我進北四大 其實我當初在考大學 我又經歷了一次 到底要不要繼續走 經濟運動這條路 但後來 因為我的選項 其實太少了 要嘛就是私立的爛學校 那要嘛就是 北體 那我那時候就只報這兩件 所以我後來決定好吧那不然 就先去當個體育老師 至少我考上北體 就我聽到的消息來講 他的教程啊 或是他的一些 私培的資源 相對來講 在同才來講 可能也不會比 私大這麼難拿到 因為 就我聽到的 北私大其實 這不知道怎麼會講 就大家一定會想讀教程啊 所以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進來 試看看 討個老師 這樣 對所以其實進來 我們 其實北體老實講 在 中長跑競爭力來講 沒有到 全國的最頂尖 大概是 可能是三四名 比較好的應該是 國體或台體 國體跟台體 其實他是比較 傳統名校 那 北體他的 如果真的要到冠軍 可能是在十幾年前 就是很久沒有拿到 總錦標 所以其實在我選擇 北私大那時候 其實進來 我的想像就是 他比較是可以 輕鬆讀完 對 就是沒有壓力的一個方式 去讀大學 但其實進來之後 其實 發現大家還是很認真 只是在 我們 學校的風氣 應該說我們 長跑的風氣 是比較開放的 教練不會是那種 就是逼你一定要跑啊 或是你一定要 就是他比較自主 他要求的是你現在大學 你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所以你的 任何選擇 都攸關你未來的 發展 所以 就是他比較不會說 你沒練會怎麼樣 你沒練你的事情 因為你未來可能就這樣 教練會用這樣的方式 讓我們覺得 你其實 你現在所做的選擇 可能都跟未來有相關 所以其實在 我們的 訓練的一個 我覺得想法上 會比較開放 就不再只是訓練 而是你會比較清楚 是你訓練是為了什麼 那你在未來 你可能會有一些 怎麼樣的選擇 那你現在的訓練可以怎麼樣幫助你未來的這些工作或是選擇上的一些經驗 對 那 我們先幫大家 就是稍微整理一下 因為 大家可能剛才會一直聽到北體和北勢大 會以為是兩間學校 那我的前面兩次訪談都是訪談到師大的學生 然後都是體育系的 所以 前面我都會覺得說我到底是不是在收師大的錢幫他們做業配 因為他們真的講了很多 師大很棒很優秀的地方 我自己聽了也都會覺得 我為什麼那時候沒考上來 有我有聽 對 因為我有準備考這個 但我後來選擇北體 也是一個 一個選 就是我自己很想做的 選擇 那我們先講說為什麼會有這兩個名字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叫 台北體院 其實你考進來的時候應該不是 已經叫台北勢力大學 對 那後來台北勢力大學呢 跟另外一所台北勢力教育大學合併 那變成是一所勢力大學 也就是我們直屬在台北市政府底下 所以包含像我們 等一下可能會講到2017年 市大運都是屬於這間學校承辦的範圍 那其實 對我的這個年代 我跟你可能差了四年左右的世代 所以 對我這個世代來說 北體其實是成績很優秀的 就是運動競技成績 非常優秀的一個世代 像我們可能以棒球來說 就會聽過 王建民啊 或者是 很多優秀的選手 是從這個時期出來 那甚至很多北體其實是 不管是在失賠 還是在競技領域 都是非常優秀 我記得當初 籃球是十幾連霸的紀錄 就是幾百場不敗的 對 但我們說實在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 北體可能移到天母校區之後 不好意思說可能因為居民 可能在訓練上 我們有一些受到限制 所以 學校有一點點轉型 那我們也 不能說這個轉型是不好的 其實我們也看到在這樣的轉型之下 有很多不一樣 領域的 選手出現 可能有些選手變成藝人 而且 是很不錯的藝人 那也有像澤瑞這樣子變成YouTube 拍YouTube拍得很好 那 這些都是一個改變 然後重新讓我們去思考說運動員有很多不一樣的角色 所以稍微和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一直說北體和北市大 其實是同一間學校 只是 我們以 體育人或是競技選手來說 我們始終認為我們考進去的是北體 一個北體魂存在心中 這是一個體育學院 那 其實我剛才要講的就是 因為 嘉哲學長帶著你們 可能到 日本去爭取 世大運參賽的資格 我記得那時候他就講了一個 對外面的人來講是覺得 很殘酷 但是對我們來講是 有點有趣 就是 達標當國手 沒達標就去當志工 沒錯 因為剛才講的嘛 北市大就是要承辦整個 台北市 世大運的賽事 所以多數的學生在那一段期間 應該是兩個月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們 為期到 賽事來講大概是一個月 但是賽事前後我們加培訓 其實大概花了半年 我們從 世大運的 有一些試辦賽事 或是一些 就是我們要讓這些世大運前 我們半年前就已經開始一直在模擬 我們到時候世大運要怎麼當志工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 花的時間超級久 因為我跟你雖然沒有學生時期的 重疊 但我也有做過世大運很多年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的導師 大學導師 是 等於是負責整個世大運一些 文字文書行政上面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被找進去 幫忙翻譯 我們要翻譯 前面 光州 世大運 還有 好像廣 忘記了 就是前面兩個 世大運的 文圈 然後我要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要挑出 不適合台灣的一些 東西 然後重新調整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前期就開始 這一個大型賽事真的 我相信你自己在 不管是在當選手的時期 還是後來成為志工 對 都是 一個很難得的體驗 我剛才好像破梗了 你後來是沒有達標去當志工 所以我們 先分享一下 你在 參與 想要達標的這個過程 好 其實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 就是 世大運他有一些參賽的積分制 那其實在當時的 訓練氛圍 我們大部分 還是以在 台灣 的訓練為主 所以我們的達標 會感覺像是 你可以在台灣的一些賽事 如果達到參賽標準 那當然是很強很強 那因為台灣的 地理關係 所以我們的 天氣都屬於比較炎熱 所以我們才會選擇到一些 國外的賽事來做挑戰 因為 第一個是天氣比較 清爽 比較涼爽比較沒有那麼 潮濕 第二個是會有很多跟你同階級的選手 可以讓你有一些 成績上面的突破 所以在當初其實在 世大運前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其實就有非常多 我們到國外去挑戰的一些 賽事 那其實進走當初 我們會到日本挑戰 有一部分真的是被 加澤 學長 就是我們的 長跑教練 影響很多 因為當時他帶了一群 想要達標 扮成馬拉松 的這些選手去參賽國外的賽事 那在當時的 氛圍 其實只會有 口袋滿滿的 這些 跑者 會有出國比賽的 這樣的 算是 風潮嗎 其實當時以運動選手來講 你如果沒有當到 國手 你不太會出國比賽 因為沒有那個 費用 對 所以其實在那時候我們就開始了 看到他們有一些 不管是 可能有點接近現在的群眾募資也好 就是會有一些贊助人 讓這些選手去國外挑戰 達標這個參賽標準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進走 在他們的影響之下 就覺得 為什麼馬拉松可以 其實進走也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進走 在台灣來講 我的前面其實沒有什麼 選手 我們算是前幾屆 因為我們的前面沒有 在最大比賽當中 沒有加入進走的賽事 所以在我前面練的選手們 大概就是國小國中那種 有點像是 打遊擊這樣玩一下 但是接下來就沒有賽事讓他們參賽 所以就沒有繼續訓練的這個氛圍 所以我們算是第一屆在大型賽事中 有繼續練到大學的這批選手 所以 我們在 在更之前沒有人可以效仿 沒有參考他們 到底有沒有出國比賽的經驗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跟 嘉哲學長去 不管是田徑協會啊 去寫一些 我們參賽權要有 中華田協 然後寫認可 我們才可以去參加國外的比賽 那甚至是一些 我們出國可能會用到的一些 賽事的 或是 比賽的 住宿啊 或是什麼 其實對於我們選手來講都蠻陌生的 所以在當時其實就會由他 跟我們一起在 第一次出國參賽的時候做一些 這樣的資源 那時候出國挑戰 當然成績來講 對於 達標 是真的還有蠻大的距離 因為進走的參賽標準 我記得當時是在88分 以內 那我們當時其實這批選手 大概都走90幾分 就已經是 還不錯的成績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是沒有任何人 達標 但因為 當初我們的想像是 如果這樣比賽是台灣 主辦的世代運 其實會有一些 當地的選手 叫做 地主選手 地主選手 他叫做 觀摩 的這個 這個資格 就你可以參賽 但你不列入成績 考量 但是你可以去 參與這場賽事 因為你是這個國家主辦 所以其實我們當初想說我們如果在 年度排行來 裡面是全台灣的前三前四名的話 其實有機會被派上去 但後來其實 會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能協會這邊覺得 如果距離達標成績還有一段的話 就可能沒有特別想要推廣 所以我們後來就 還是沒有人達標成功 但是也藉由這樣可以看到 其實在國外的一些 半賽事的氛圍 或是 你出去就覺得 完全不同世界 就是在台灣 我們這樣就覺得 好像已經是最top的選手 但出去你才發現 就是 你可能 不 離他們的 四名選手 都還有一段距離 這樣 對所以那時候 最後很可惜 沒達標 但是 也因為這樣可以看到 國外的一些 不同的世界 對對對 所以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很兩難的事情 就像 最後 澤瑞講說 可能有一個 例如說地主選手的 優勢 或者是 名額 可以讓你去參加比賽 可是協會的思考是說 我們還差那麼遠 就不要讓選手去 我不知道 有些 有些長輩甚至會說是丟臉 對 可是 我自己的內心的想法 包含像剛剛講說 可能 群眾募資 然後有一些 一般民眾 這不是政府提供的 這是一般民眾 號召 然後讓選手有機會可以出國 有時候我們都會很care說 他又出國又不會拿冠軍 我為什麼要支持這樣子的選手出去國外比賽 我為什麼要花這個錢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說 他出去的過程中 你就像你看到了國外的賽事氛圍 你看到國外選手這樣子的競爭的能力 然後你重新的去審視 因為 很多人 就是 寧為姬首不為牛后 他寧願在台灣當王 他永遠不走出去 他永遠都覺得他在台灣 首屈一指 可是 當你走出去國外之後 你發現 我們要學習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那 唯有這麼 更多的人 有機會 不斷的走出去學習 帶進來一些視野 進來台灣之後 你才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到底 就是我們知道差很多 但差的那個到底差在哪裡 像 前面講的 你可能知道說 我們可能環境因素 例如說 夏天的時候 長距離的跑者在台灣 其實是很吃虧的 那 包含 前面講的 你出去國外的時候有這麼多 你過去在台灣可能怎麼跑就是前五名 可是你現在出去國外了 有上百個跟你同樣等級的選手 那這樣子的push 才有辦法讓這個領域是不斷往前的 所以 但我相信目前我的節目可能也還沒有 例如說協會 或者是一些 有決定權的人在聽 但是 我們真的是蠻希望說 大家可以 稍微摒棄一下 最終的那個結果 因為 推廣這件事情真的是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 那 我們當然很感謝 就是有很多 一般民眾 他們不是政府機關 然後 甚至 也不是真的企業主 他們就是真的很關心運動員 然後願意 投資我們 等於是把他們的這些力量投資在我們身上 然後希望可以看到一些轉變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我們可以帶來真實的一些轉變 對 但我覺得其實 以協會的角度或是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 他們比較結果論 你如果出去沒有達標成績 其實他就會覺得 你去可能會丟臉 但其實我覺得也因為這樣 就是我們才有辦法知道我們的差距 那 其實我們因為 沒有辦法達標 我們後來 還有一些 像是以地訓練 我們就會去參與一些國外的進走選手 到底怎麼樣訓練 然後他們的訓練方式如何 才有辦法把這個視野打開 但我覺得其實 以台灣的這個田徑協會來講 其實 這幾年來講 是有看到進走選手 也慢慢有一些 不管是出國參賽的機會 或者是一些跟 其他國家的 田徑隊的交流 我覺得對於 這個環境來講 其實他都是有 相當程度的一些提升 所以其實我也蠻慶幸 那時候我們有出國比賽 讓協會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到 但至少他們一定會收到 我們想要出國比賽 這個申請的這個東西 可能會讓他們覺得 好像我們有一群選手 其實也有需要這樣的推廣 但我覺得 走出這一步 其實 在現在我們比較保守的觀念裡面 可能都會覺得 如果看不到結果 就先不要做 但其實 蠻多事情是 你沒做 你根本 連機會都沒有 而且 你嘗試的過程 有可能產生出來的 那些是你原本沒有辦法想像的 我覺得 踏出第一步的那一群人 是最辛苦的 因為大家不懂 然後 其實有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現在這個結果跟以前 沒有關係 可是其實都是有關係的 都是因為前面這些人 這麼努力 慢慢的 他們耳濡目染 感覺到說 好像 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麼 然後才開始去改變 然後我們講了一個比較感性 就是在 這個 爭取 國手資格 我相信能夠代表自己的國家 甚至是在自己的國家出賽 那個感覺真的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也看了 少說有無償以上 就是在世大運的賽事 買門票進去 我們都有一個感覺就是 我好希望 我也可以在那個 場地上當一次選手 對對對 那你在當 志工的過程中 是 有沒有哪些比較特殊的經驗或是 感受 我在當志工 其實 我們那時候的志工 我們也算助理志工 因為我們叫做助理裁判 我們是 其實還有分幾個 幾個層級 第一個當然是國際裁判 國外找來的這些主要執法人員 台灣的裁判通常是當 國際裁判的助理 那我們是當台灣這些助理 的助理 所以是 大概有三個分級 那我們算是最小咖 所以我們就是跑跑 跑跑一些 就是 有點像 需要跑腿 就會請我們去 帶選手入場 或什麼就是比較不太需要直接跟 會影響比賽的這個 勝負 對 就比較會讓我們去參與 但我覺得當時 當時其實我們看到的就是 第一個當然你會看到非常多 很頂級的選手 包括現在有很多選手現在都是已經 可以在奧運參賽的 那時候都會來參加一些 四大運 那當時的這些選手 其實就可能他們熱身的方式 或是他們 賽事的這個準備 甚至是心態 我覺得跟台灣選手 其實蠻大不一樣 他們是非常享受在 賽前的準備 跟賽事的當下 所以他們 看起來一點也不緊張 他就是來參加一個 嘉年華的感覺 他只是把平常的運動 平常的訓練 把它表現出來 但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在台灣的選手 就比較可惜 台灣通常 我知道 我認識的選手 有這樣的 層級的感受 都會比較偏少 如果你可以在 賽事當中很享受 我覺得其實成績都不會太差 但台灣的選手蠻常會放不開的 就是會 我這樣練到底夠不夠了 我到底 準備好可以上場 包括我自己 以前當選手 也會有這樣的心態 所以我覺得在當初 其實在志工的角色 看到就是 完全是不一樣的心境 所以我會覺得 他們的level 根本是完全不同的成績 難怪他們可以當 就是一級的選手 那我們還是這邊當志工 那時候其實還有一些 包括我們這邊服務上 也有一些 可能像語言 我們可以 藉由賽事 才知道 你的國際語言 就是英文到底足不足夠 或是你在那個當下 你能不能協助到這些外國選手 在賽事上整個 順利程度 就是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蠻重要的 所以 當初除了看到 選手的部分 其實也看到這個整個賽會 幕後 就是我們每天 其實大概 我記得是8點就要到會場 然後比賽 比賽是下午1點2點才開始 我們8點到 然後一直一路工作到晚上10點11點 其實那時候大概是 我記得持續了大概兩個禮拜 都是這樣的生活 就非常累 但是 如果我們沒有在當下 把這件事情推動 其實 整場賽事就不會像當初在電視上 大家看起來的 這麼 這麼璀璨 這麼絢麗的感覺 真的 那個時候 我田徑場看了兩場 真的是 超讚的 那個感受 從來沒看過滿場的田徑場 對啊 我相信你自己在那裡面 你也會想說 不知道我如果在上面跑是什麼感覺 對 就是我們其實 我的角色是簡陸處的 就是我們簡陸處是 第一線接觸選手 那他需要通過一些基本的規則 才可以進 第二階段的簡陸 那我們那時候是在田徑場外圍 所以我們根本看不到賽事 但我們就可以聽到在 賽事當中 尤其我記得 最印象深刻就是 鄭兆春丟出那個 史丹路冠軍 然後破紀錄的那一支的聲音 就是 我在外面聽都可以起雞皮疙瘩 就那個聲音你完全是 哇我現在是在看棒球的12強嗎 還是 一個什麼樣的賽事可以讓田徑場 滿場尖叫成這樣 我覺得 那時候的 感受是非常深刻 但是 我覺得在這個環境的氛圍 熏陶下 其實在接下來的賽事 也逐漸有更多的 觀眾入場 去關心我們 選手的這個比賽 我覺得這也是 很好的一個改變 蠻希望這個是可以 不斷延續下去的 那 在 就是 結束世大運的這個志工工作的時候 你已經大概是大三大四 對 應該已經是大三大四 我記得從那時候開始 你就有 我不太確定那個時候是不是你自己拍 因為應該是有和別的單位合作 就是泰報 對 所以 慢慢已經開始有一些影像的呈現 或者是 露出 然後我記得你後來也變成是 北四大的 中場跑隊長 對 所以在那段時間 其實 等於是過了 一個世大運的週期 就準備和參與賽事的這個週期 過後 你等於是馬上就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對 不再是選手 你可能開始轉換一個 身份 那開始不管是拍影片 或者是在這段過程當中 又是什麼樣的轉變 讓你決定 走這個方向 其實那時候在世大運結束 大概就大三要大四 所以我那時候在世大運結束之後 我的身份就變成 北四大的 田徑隊的大隊長 長老 對 變成最老的嘛 因為學長都畢業 所以我需要管的是 所以你不是 不是 中長跑而已 你是整個 田徑隊的隊長 所以那時候我要 就是掌管的是所有 四個部門 就像短跑啊 直步 田徑 還有跳 跳舞 對跳步跟長跑 所以那時候其實 我的身份就比較是 我們所有同學跟老師之間的一個橋樑 我需要把老師的指令傳達給所有田徑學員 就是我們的同學們 然後 所以那時候在擔任 大隊長的時期 其實是比較有一個 訓練領導特質的一個階段 因為在那個時候你必須要 這個人我覺得有點難當 你常常是一個黑臉 你需要 把老師的 很奇怪的指令傳導給所有的人 但是這些人你可能會受到很多的抨擊 說啊你幹嘛這樣做什麼 但其實你就是很兩難 因為 上面有壓力 下面也有一群不聽話的人 對所以那時候其實訓練了很多有關於在領導能力這方面 那時候其實 會有拍影片 這個是因為我們 在 大三的時候就成立了一個跑團 這可能後面等一下會講到 那那時候其實 在 我有講到我是跑步教學的教練 所以教練就需要有一些廣告 那那時候的廣告 不外乎就是被寫文章 被採訪 或者是有影片 但那時候的影片其實還沒有到非常的流行 那時候大概就是 很大咖的幾個人有在排 大概是 蔡阿嘎 聖傑斯 那個時代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們在拍影片上 對我來講是很 比較陌生的 沒有特別有經驗學過 所以 那時候有一個叫泰報的這個 新媒體單位來採訪我 請我拍一些關於跑步的教學 這個回想在網路上也不錯 所以我就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廣告方式 所以在那時候我就覺得 如果我未來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我平常教學的內容 拍成影片的話 第一個我可以 有免費的廣告 第二個是可以 很省時間 不用一個問題問了100次 我還要回答100次 就可以直接丟影片給他 所以 我其實一開始拍影片的原因也是這樣 就是真的有很多學員會問 問說 例如說一些很基礎的知識 然後真的每次都要講會 蠻累的 那 拍影片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你在把這些資訊 告訴別人的同時也是在累積自己的聲量 類似另外一個 模式的廣告 可是 當然你跟我的最大差異就是 我就是 想做就做 然後沒做就 算了 其實你 做得非常 規律 我記得你剛開始 你後來變成自己在拍之後 你其實有給自己一個設定吧 就是 你每天都要出 是每天嗎 我在剛開始拍影片 其實那時候就是那個 泰報的合作夥伴 他那時候是 算在泰報當導演 那後來我就去求助於他說 如果我自己要成立YouTube頻道 我應該要做哪些事情 你可以幫我嗎 或什麼 那 以我跟他一個只是 算是業務合作關係的 這個人 他當然覺得 你莫名其妙 我只是領這個錢做這個事 你要我幫你做頻道 真的很怪 所以他那時候就 我覺得也是隨口講 說不然就拍100天的Vlog 你每天拍影片 每天上傳 連續100天 然後 拍完之後我們再 考慮討論這樣 然後我就也真的 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在 大概是我大事 我就開始做 自己的頻道 然後開始 每天拍 生活 那 其實100天過程 對我來講 大概一開始 很有熱忱 我覺得 這件事情 太爽了吧 我可以跟那些YouTuber 一樣 是怎麼樣 但是我在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其實到大概五六十天 我就已經覺得 好瓶頸 我已經受不了了 就是每天 因為我的 那時候的生活 規律大概早上 就是要教課 或上課 然後有讀教程 還要去實習 然後晚上要教跑步 然後睡前才可以把今天拍的東西 整理成影片 所以我每天剪完都已經兩三點 然後隔天又是一早八點的 無限輪回 就這樣就過了 大概五六十天我真的已經受不了 我就說我可不可以不要發 然後他說那你就不要發 他也覺得 終於 終於解脫 對 然後後來我就說 算了不行 我已經 糟糕天下 跟大家說我要做這個影片100天 所以 如果我 沒有把它做完 我會自己覺得 有人會等 他有笑話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好吧 那我就繼續做下去 所以做完之後 他才接受跟我開始合作 我們就開始共同一起進行這個頻道 那 到最近其實我們 一開始的目標都是 兼職的情況 就是沒有全職做 我們都是一個禮拜發一支影片 那到我們兩個都全職做這個頻道之後 我們大概前陣子一個禮拜是發三支影片 所以其實 以頻率來講是蠻高的 就會有一些產片上的壓力 這樣 所以 其實這也給大家一個 就是 概念啦 就是大家都有時候看到 例如說YouTube很厲害的人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在錄Podcast 都覺得 講講話錄錄影 蠻簡單的 可是其實 固定產出內容是一個 不能說辛苦 真的是痛苦 的過程 就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騷腦的過程 你點子會有騷完的一天 再來你一直做重複的事情 其實就像 跑步教學 或甚至 你做你原本很興趣的事情 當他變工作的時候 就完全不一樣的 的心態 你會開始覺得 好厭惡喔 甚至會排斥拍影片 甚至連拿到相機 就覺得 天啊 這一天又要開始這樣輪回 其實他已經不再是大家 看起來光鮮亮麗的 有業配 有不用錢的衣服可以穿 可以拿到一堆產品 但是其實幕後我們花很多時間在 經營跟累積的省量 也在思考 我覺得這個就是 背後大家沒看到 大家都看到前面這一段 讓大家喜歡 向往的那一面 可是實際要做的時候 他一定 就是我相信 也不是只有做Podcast 做YouTube 你在做每一件事情 即便他是你很喜歡的 他一定還是有一段過程是痛苦的 但是因為你很喜歡這件事情 足夠你 能夠超越這個痛苦 對 那這件事情 是重要的 你找到這件事情 你比較能夠 去突破 所以 像現在 哲瑞不管是跑團 還是YouTube 都已經 逐漸成熟 然後也開始變成是一個 自己 接案的形式 對 你可以稍微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我相信 其實 就不管是跑團 跑團對運動選手來說 都是 很嚮往的 希望未來可以靠自己的 專業可以賺錢 或者是YouTube 甚至我現在自己在做Podcast 很多人都會相信 想說我未來也想要做這樣子 你可以稍微 在不透露 這個商業機密的狀態之下 稍微和我們分享一下 像你自己在做的算新媒體了 他的一個獲利模式 或者是甚至是跑團 其實我自己的 我覺得這應該沒什麼好 不能分享 我的收入來源 大概就分幾個 第一個是跑步教學 因為這就是一個教練 本來就會有收費的 型態產生 所以第一個主要就是跑步教學 那以新媒體來講 YouTube的收益大概分兩塊 一個就是業配 一個就是流量 那流量是YouTube本身 你只要影片有播放有廣告 就會有一個點擊率 就會有這個廣告費用產生 但以廣告分別來講 我的頻道還算是 雖然後稱是台灣運動界前三 但是流量來講不怎麼樣 所以其實以 費用來說 可能還沒有辦法 到一個人的 基本 月薪的一半 基本就是最低薪水 我記得現在是24 還25K吧 大概就是我們也到不了一半 所以你說如果你單純以YouTube給你的錢 你 我至少我自己的頻道 我是活不下去的 因為 我們的廣告流量沒有到這麼大 那如果那些大咖 當然有可能 但你必須要有一個 穩定的發 發片量 跟你的每一支影片 這麼多人看 有可能賺到那個錢 所以 流量來講 就不會是我主要的收入來源 它就是一個 有點像不無銷補啦 我這個錢偶爾可以拿來填補器材 因為其實你們看到要買 不管是攝影機 相機 然後跑步用的 水裡用的 空拍機 我跟你講 我花在這些設備上 還有剪輯電腦 大概 沒有20 沒有30萬 也有20萬 我覺得這些錢都是 你賺的都在這些設備上 但是你 還沒有實際進到自己口袋 對啊 所以我覺得 變成是 如果光靠這個 只能做興趣 真的是做興趣 就到我現在來講 我覺得我的收入 看起來雖然有這幾個面向 當然還有 就是 一些 發文上的一些 業配 例如說我幫他發一篇文章 會有多少錢 但是以這些來講 其實他都 以我自己的角度 我都是比較以 推廣性質 在做自媒體 這一塊 因為我主要的工作 還是跑步教練 所以我當然是以 以自媒體來 提高自己的 在跑步界 或是在運動界的聲量 然後回過頭來 我才有辦法從跑步這邊 賺到比較長遠的錢 持續有客員進來 持續有人知道我在教跑步 那讓這個東西是可以互相影響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辦法 單面向的下去 我單純一直教跑步 我可能就一直在一個 同溫層教學 突破不了 我單純做自媒體 以我自己現在的流量或影響力 也賺不了錢 所以我覺得他是相輔相成 好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在過去學校從來沒有交過我們的事情 這些東西真的都是我們自己出社會之後去摸索的 有時候我會覺得蠻可惜的 如果我們在學校早一點 可以多一點這方面的概念的話 其實 前段可能有些 但一定是會需要學習的 時間 但是 前段不會走這麼多願望 那我自己其實在學校裡面有時候會覺得 我們學校把這些商業行為 認為很骯髒 可是他是一個 人為生不可或缺的事情 我記得我們看過一個 不知道是誰拍的影片 就在講資本主義的那個 他有講說 學校這個就是那些有錢人 設想出來讓你繼續幫他生財的方式 他絕對不會教你怎麼賺錢 他只會教你怎麼樣付出 勞力換成你不會餓死 就我忘記是在哪看過這類似的影片 我覺得 好像是真的 學校就只會教你 就是你至少 吃的溫飽 但賺不到大錢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 真的要賺 賺到大錢一定是每個人都想的 當然 我們也想要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滿足我們自己 那 我相信你在做這些的過程中 多多少少遇到酸民吧 就一定會有人說 啊這就是業配 或是這方面的 你會怎麼樣去 去調適自己的心情 還是你早就看很開了 其實我本來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開放比較開朗的人 就我不太會因為一件事情 然後 在 就是憂鬱很久 會鬱悶很久 我走出這個 其實蠻快 我可能會在 過個 一小段時間 就忘記我剛在生氣什麼 所以其實對我本身的 個性來講就 蠻適合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不太在意別人怎麼看我 那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好 但是還是 畢竟你還是遇到有人 就是不認識的人在下面留言 覺得啊你這影片怎麼只敢這樣 或是說 我最近開始騎腳踏車 就會騎腳踏車也不怎麼樣 你這邊拍這個還拿人家贊助怎麼樣 就是其實對我來講 看到當下我就覺得 喔 就是 確實 你好像講的也沒錯 我真的沒騎那麼快 但是如果你換個方向來講 啊為什麼廠商不選你 或是為什麼 這些東西會到我這 我覺得我也不是白白付出 那些花錢的廠商也不是白癡 所以其實 對我來講我就會換個角度覺得 啊 就是如果你可以你也沒有時間在那邊跟我講這些話 強的人早就在做其他事情 不會在那邊留言講說 你怎麼有這些 就是 我覺得他們比較 嫉妒的成客人在講這些事情 真的 對啊 所以 我自己啊有個感想 就是有些人真的是能力很強 絕不接業配 他就覺得 他就絕對只做自己的事 我對這種人真的百分之百敬佩 因為他絕對是 真的是 厲害 那有另外一種人是像我們這樣子 有接業配 然後 也是很努力的在做這種事情 那我們當然就是 生活所需 還是得做 還有一種人就永遠都接不到業配 但是一直說我都不接業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 有的時候看了會覺得有點好笑 但是我們 就是 自己仔細去思考 就是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 那 我的價值或許不是因為我跑很快 我的 流量很高 還是怎麼樣 但總之我的價值 被廠商看見了 那我盡全力去輔助他 然後讓這個環境更好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一起 帶更多人進來 運動這個領域 那所以說到運動 你現在有自己的跑團 而且我自己其實發了非常久 因為我們其實有非常 過去有非常多 重疊的贊助商 所以 我們也關注了很久 你甚至在這個跑團裡面 還有自己的內訓 就是培訓自己的教練 我覺得是 非常完整的一個體系 所以可以稍微分享 甚至你可以稍微 打一下廣告 都沒問題 好 我們這跑團 其實我們叫做 DHRC 那全名就叫做Dream High Running Club 那他的中文就叫做夢想高飛 就是我們希望 創立的原本原因 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 就是 其實也沒有多久 2017年左右 那在當時的 教學情況 其實如果你沒有在品牌底下 服務 就是你比較會有 不太有機會 自己出來開課 所以當時 我跟一個學姐 叫想想 她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一起創立這個跑團 然後來幫助我們的學弟妹 有一些 教課的機會 就是 我當初聽到就覺得 這超棒 對我來講是可以把 原本我受人家幫助的這些 回饋給接下來的學弟妹 所以我們就一起創了這個跑團 那這個跑團其實 我們跟 學生 不能說學生 我們跟學弟妹 他們的合作方式 大概就是我們幫他們招生 那培訓他們成為跑步教練 在未來可以依照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興趣 就是在跑步這一塊 獲取一些 就是 金錢上的收入 所以當初我們就是 創立原因是因為這樣 那 內部訓練是因為 學校教的 我覺得 如果你在沒有用到之前 你在學校常會 不想上 不想上課 所以你會覺得 我用不到 我就睡覺玩手機 但當 你畢業後才發現 學校都有教這些 然後你未來還要花錢 去考證照或什麼 其實這蠻 蠻常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 因為我們的 市場需求 在這些 未來的 學生上面 需要有一些 教學的 不管是基本的 跑步教學 是需要知識 或是一些 內容上面的 進修 我們希望我們從學長節的角度來教他們 目前來講 這些跑者需要什麼 你能給他什麼 那你能怎麼幫助他在 他的訓練上 有一些更好的提升 所以我們才會舉辦 像內訓這樣的活動 因為 就是像一個品牌 你要賣產品 你要有一個品管 你不能說你推出的產品 教練就是 上不了台 那就很尷尬 會打壞自己品牌 所以其實我們在 內部就有一個 考核制度 我們有簡單的教練分級 就是如果你考核沒過 你可能沒辦法當教練 那我們的 階段大概就是從 實習助教 你從在旁邊看 整個跑團上課在幹嘛 接下來你到助教 你要擔任 可能幫忙做 代操、收操 或是代熱身 這樣的工作 那當你助教已經到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會進行考核 如果你考核過了 就會變實習教練 我們就會讓你試教 那 那試教通過之後 我們就會變成 正常的教練 不能說正常的教練 就是正式教練 就是有獨立教學的能力 對,就是我們也通過 幾個考核制度來 評估這個人 到底可不可以到 實際自己擔任教練 這樣的角色 這樣 對,所以 我們大概會有這樣的幾個層級 那所以 就是 開始 RUN這個跑團之後 當然 對象可能就不是像 你過去接觸的 不管是同儕 還是學弟妹 都是運動人出身 大部分都是 一般社會人士 所以你在和他們互動或是教學過程中 你覺得和我們這些傳統運動員的差異 或者是說你覺得 不管是可以學習 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帶給他們什麼 其實我覺得 這些人 他 主要會來上課 大概就兩個面向 第一個是 成績追求進步 那 成績追求進步 他有目標賽事 他想要突破一個 他自己的 個人PB 所以來上課 那另外一種人就是 有一點是被 扮拖著來 或是 當時 應該說現在的環境 其實 你有沒有在社群媒體上 做一些 運動的打卡 對於你自己的生活圈 也蠻重要的 就是這是一個 社交媒體需要 你如果沒有在運動 你的同溫層 你的生活圈 好像就會覺得 你有沒有在 就是 精進自己 或是提升你的 這個level 所以我覺得 大概會分這兩種人 那 他們來上課 當然 對我們來講 會是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你當初在學校 受了訓練 就是 埋頭苦練 你只要把 練的東西 就是一直跑 一直跑 你其實真的只知道跑 你不太知道訓練原則是什麼 因為教練教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那當你當教練之後 你必須要了解 這樣的訓練原則是什麼 那 可以怎麼樣幫助這些學員提升他的 不管是 哪一個地方是比較缺的 可能他有氧耐力啊 可能是跑步知識 或是他的肌力訓練不足 所以你需要怎麼樣給他協助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評估 這個 學員他的需求 然後來給他 比較 適切的調整 所以其實 在跟學校的環境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你必須要 有點像是 你是醫生的角度 你必須要幫他下廚房前 讓他訓練 所以接觸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些人 花錢來上你的課 然後你就會覺得 我們自己在學校跑步都跑得 快不想跑了 就這些人還花錢來上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群人 這樣 就是一開始會有這樣的感受 但到後來其實 當他變成工作之後 你就會慢慢覺得 你會被他們感染 他們的熱情是 花錢下雨也一定要上到課 對於跑步的這個執著是 我覺得很多選手都還比不上的 所以其實看到也會有一點點被他們影響 那我想 就是 這邊稍微 我自己的 問題 就是 其實你自己這樣回想起來 會不會覺得說 你看好像你剛才在世大運期間當助理裁判的時候 你看到國外選手有這麼多自己的想法 然後他內心其實是很 確實的知道說他現在做的每一步都是正確的 其實某種層面是 他們在當下當選手的那個環境就已經有你們現在 在培訓教練的時候的想法 其實可以這樣講 他知道他現在做的每一步都是很踏實 他為了他 接下來要做不管是他上場跑步 或者是他10年之後的目標 一步一步在執行 可是 我們的選手其實是一直被教導說你不要有太多想法 你就是乖乖的練 所以導致 其實這兩個能力 並不該是分開的 我並不該是選手的時候不要有這個能力 然後 要當教練的時候才去獲得 而是他應該要同時並進 所以我在當選手的時候 如果假設你現在如果回想一下 如果你當時 在當選手就有 這些 能力 我是指思考的能力 和 知道自己在 練什麼的能力的話 我相信應該可以 成績應該是會再更高一階 我覺得會蠻不一樣的 因為其實以 我到後面 的 自己當教練或是自己身份的轉換 到後面回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 你才會知道原來你在做這些事情 是為了這些 未來的成績 或是訓練做準備 所以其實 事情都會有 原本有一些因果關係 為什麼要這樣練 其實是有原因的 但是在當下 其實 我覺得傳統的 教育體制下 教練會覺得 你就是不要太有自己想法 你就是要符合我們整個團隊的執行 不然你出來就是 教練眼中盯嘛 江宋你都不聽 然後在那邊有自己一堆想法 對他管理團隊來講 是會有困難 但其實以 我覺得是 時代的進步 現在智慧型手機 這麼流行 很小你就可以拿到手機 你就可以 獲取很多外部的 這些資訊量 所以其實現在的小孩 我覺得相對我們之前來講 都更聰明 所以 他在一些想法上 早就不再是以前那種教育方式 所以 我們自己在跑團上面的推廣 其實也一直希望是 我們 我覺得到大學 就是接受到這個 加澤學長這個教練的這種 教導方式之後 也慢慢會讓你覺得 這才是應該要 運動員具備的 這樣的能力 你需要知道自己在幹嘛 你才有辦法在 你現在事情做付出 如果你進來是一個 練得很 不知道在練什麼話 其實我覺得 真的可以不用練 因為成績上不會進步 所以 現在有跟我練的進走選手 就是一些學弟妹 我都會 蠻直接跟他說 你接下來到底要幹嘛 如果你練得很痛苦 那你乾脆不要練 你先找到你的熱情來源 那如果你知道你未來 就是要做其他事情 那你現在就開始準備 你不要再浪費時間 再應付這些學校的學分 我覺得沒有幫助 對啊 就是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在以前的環境下 教練不會允許你這樣做 因為你會影響整個團隊的進行 甚至會影響考基 對 最重要是他們的考試 就是他們 因為專業教練是三年一聘嘛 所以他會有一些 都會受到影響 對他可能會被調走啊 或是幹嘛 所以 我覺得也是蠻可惜 所以台灣才會一直有那種 國中高中就過度訓練的選手 就是成績本來應該很好 但是 以前就練太多 後來就 不了了之 所以我覺得蠻多這樣的情況發現 嗯 好 所以前面我們講了 哇 你在從 選手轉到變成是 可以說是自己成立自己的工作 工作環境 創造自己的工作機會 然後 到有自己的跑團 而且很系統化 但是其實回過頭來講 你大學進到 我們講北體或北市大 其實你是有考到教程 而且你甚至也完成了 實習 教程的實習 是很完整的 其實還蠻辛苦的 因為我相信如果有些人 像你如果大師已經做了這麼多事 他可能會放棄 大師之後的實習 對 在這段期間 你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其實在節目 可能中半段的時候 你有講到說 考上大學 也許可以 以老師當一個選項 對 你後來的思考是什麼 當然 你在 運動這個領域已經發展了 開始有一些成果 或許是一個原因 但有沒有其他 原因是 讓你最後沒有選擇 繼續往教職的方向去走 OK 其實我在讀教程的選擇 大概是大一就做了決定 因為我們 大一就決定去 面試教程 所以我才會在大二開始讀 教育學程 那我修的是 中等學校的 特殊教育 那 其實特殊教育 我覺得對我來講 某種程度上需要很有耐心 也需要你 非常愛心 才有辦法在這邊 做得下去 那我到後面其實一直很掙扎 因為我在 確實在 這個叫做 運動領域的 這個 比較商業的 對我可以這邊賺到錢 我幹嘛還要繼續讀教育學程 但是其實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 就跟前面做 100天一樣 我會覺得 我自己不喜歡半讀而廢 我不喜歡把事情做到一半 就覺得 沒有效益 所以我就停下來 因為你沒辦法 確定你未來到底可不可以依照 現在的模式 一直營運下去 所以我就覺得 好那至少留個後路給自己 反正我教育學程 念完了 我至少未來要不要當老師 再說 但我先拿到資格 但是 我讀完實習 我是沒有去考 教肩 因為我很確定 我自己是考不過 因為完全沒有在 上課 就是我在 讀教育學程期間其實可能也都花很多時間在做跑團 或是做一些其他 個人品牌經營的事情 所以沒有那麼多心思放在教育學程 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完結 就是我把 至少事情是 有完成 但是 不一定有達成自己一開始的設定目標 那我覺得至少都比放棄來得好 所以其實我讀完教程 我自己在後來也 因為教程其實學習到很多教學方式 就是在特教上 其實它跟一般教學很不一樣 它需要有私信教學 需要有 每個人要有個人的教學計劃 其實它對於 我們現在在做跑步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有重複的 非常相關 對所以 我自己覺得在我那時候實習的過程 我都覺得 算是另外一種 我覺得是 增加經驗值的方式 因為不一定 大家都會有這樣的學習環境 可以去當實習老師 可以去有 這樣的一些教學經驗 所以我覺得它對於我在 現在做這些事情上 其實都是養分 所以我就 後來就覺得 好吧 反正累就累那一陣子 我現在回想也還好我有做完 對啊 就至少你有拿到 教育學成的一個 修必證明 感覺就是 至少幫自己畫下一個 好的句點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其實訪談了這麼多 那在我自己的認知當中 就是 到剛剛 中午吃飯 然後我知道你已經開始 工作室的 公司的 就是規模已經 到一個程度了 對 我個人覺得你已經是 就在運動員轉型 而且你已經 不只是 單純的運動員 你是靠 運動表現升學的 運動員 所以 對在我們的印象當中 就是典型 萬一我們還有很嚴重的 刻板印象的話 你可能就是 會被人家說是頭腦 簡單四肢發雜運動員 因為你是靠著 你不是靠著考試分數 是靠著 你的 體能 對 考進去了 所以在典型 如果我們在 過去刻板印象當中 你就是 比較傳統的 刻板選手 那你的轉型 其實是非常 非常不容易 而且 我自己 憑良心講我也是讀北市大的 我們有分成競技系 就是入水球技 和 我的系是 比較偏 學科的 學科 我們這個系的老師有時候都會對 入水球技的 課程 其實是放水的 對啊 其實 這可以講嗎 反正我們那時候上課 老師來就是 他講他的下面的人全部睡成一片 因為 反正 最終的理由就是 這些人都要為了學校拿牌 所以他們現在睡覺是合理的 所以學校不太會有太多干預啦 我覺得是這樣 那偶爾會有一兩個比較認真的老師 會比較震驚的教學 但不然 其實我覺得教學環境來講 那個氛圍 你不太會想認真讀書啦 說實在是這樣 對啊 所以這其實跟我們前面幾集講的環境 是很相關的 不過我要講的就是 你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先無論你在這個課程裡面 你是跟人家一起睡覺的那個 還是認真上課 但無論如何 你是必須面對 學校老師 是用這樣子的 方式在面對你的課程 所以在學習環境 一定是比較差的 最終你可以轉型到這個 成果 我自己覺得是 非常 成功有想法運動員 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 當然 這樣算自誇嘛 但我覺得 其實 我自己覺得我算是比較有想法在同 同班或是同凌晨的運動員裡面 因為 我個人在 其實 我覺得我們在 科班制度下 被認為要當體育老師的 這些事情 我也做了 我也讀教程 我也考了 但是後來我自己會轉型 就是我覺得我比較 在 休閒運動這一塊 我覺得他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那 我看到了很多 不管是運動行銷相關的 這些工作人員 或是 我們 接觸到的一些廠商 其實我都會覺得這些事情 為什麼運動員不能做 其實 我們是最直接的角色 我們是最直接 使用產品 使用比賽 或者是使用這些 就是跟運動產業最相關的連結 但是這些人最後都跑去做一些 不管是賣保險 健身房 或是甚至到 直銷啊 就做一些比較 沒有任何一個 正相關 對 很可惜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你會覺得 這些同學以前 甚至都當過青年奧運國手 或是什麼 世青賽出賽 對我來講 我一個國手都沒當過的選手 我就覺得 很稱陷他們 但這些人 也確實被培育成了 可能真的是比較 頭腦簡單 他們不會多想 所以後來 我覺得 有點是蠻可惜的 就是在這個教育環境下 最後他們就成為 反正我也沒有 老師當不成 我又這樣環境習慣很安逸 後來 好不好就去找一個可以混口飯吃的地方上班 所以我覺得這個環境其實 蠻可惜 我們才會想要創立這樣的跑步社團 希望可以用 我們一點點力量去改變這個環境 至少我可以讓 我的這些學弟妹可以依照 我們走過的路 然後來讓他們 稍微簡單一點 他至少可以往他的興趣發展 不會淪為一些 比較沒有想法的運動員 這樣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其實這跟 環境 環境其實就是沒有辦法改變 但你可以改變是你自己 就是我自己在 在這些環境的當下 其實我都覺得 我常會覺得我同學 怎麼都會這樣想 他們頭腦不會動是不是 但確實很多運動員是這樣 所以 在同裁間 就是我的想法頭腦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轉比較快 就是我會 天馬行空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拉回來限時就會覺得 我好像很多事情沒有辦法完成 所以我才開始 訂立我的目標 然後從目標往後回來 我應該要一步一步怎麼樣達成我的目標 其實我覺得就跟前幾集你講的內容 很相近 就是 聽完我都覺得很有呼應 我們就不在做這些事 就我覺得 我自己這樣 我也覺得沒有到非常成功 但至少我覺得 要往成功這條道路上 我覺得沒有太難 只是你要有 很確定的方向跟 很堅定的心吧 因為我覺得 成功沒有到 非常困難 或是非常運氣 很多還是 自己的因素影響 雖然你現在已經有自己的跑團 所以假設學弟妹真的未來有 比較有想法 他可以加入你的跑團 然後成為教練 接受你們的內訓 但是 或許有些 也接觸不到你 那如果以你現在的角色 想要給一些學弟妹 一些建議 因為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我也當過這種科班 被認為是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 我也有一天 發現 我應該改變 可是我說真的 我完全無法改變 因為這段時間 我的 學習是不佳的 所以我 課業 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從哪裡 插進來 所以 我根本不知 就是我即便想改變 我也改變不了 所以如果 從你現在的角度 給一些 正式 科班選手 或是他過去 從來沒有想過 聽完這集 有想要做一些改變的學弟妹 你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他們 我覺得 以建議來講 就是 首先你先不要看清自己 我覺得運動員很常 會比較在一個 劣勢 或是一個 比較 弱勢的角度 被外面的人看 他會覺得 練運動的人 可能 沒什麼錢 那可能是你家庭環境 有缺損 或是你的 頭腦簡單 就是才會來練運動 就是有一些標籤在 所以其實 我覺得你需要先在 你自己的 環境下 非常認可 就是你要 有自信 但是當然不是說 自信過度覺得 我就是運動員 我成功冠軍很屌 其實不是 只是說你在 做任何事情上 你必須要 先很有自信 才有辦法去 制定接下來的目標 那當然目標設立很重要 就是 之前 我覺得跟講很類似 就是我們做的大概會分短中長期 我自己希望最終目標可以到怎麼樣 但是我中間需要怎麼樣才可以達成這個最終目標 所以會有 短層中層長層 那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自律 因為我覺得在 運動環境 這個 這個氛圍下 其實 很容易受外面的影響 因為你的 環境影響因素很多 你周圍都不讀書的人 然後你周圍也是都是 就是未來可能就是做一些不相關行業的人 所以你必須要很自律清楚知道你的目標是這樣 你不能受外在影響 然後繼續往你的方向前進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對啊 好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哲瑞 其實我 過去這段時間啊 因為我跟哲瑞並不是真的非常熟 就是你也知道我們也沒有跟 真的學業上面的重疊 我又不是中場跑 然後你畢業之後我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部 所以其實我們也只有一些網路上的交流 那其實我也多多少少有時候會去看你的影片 那下面的人會留言 會說你的很商業啊 還是怎麼樣 當然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在往一個目標方向的時候 每個人的做法不同 或者是風格不同 可是不代表我們做的不對 或者是 做的方向不正確 我相信聽完今天這集的訪談之後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哲瑞不管是在對自己的目標設定 或者是 他希望一些學弟妹可以跟上來 當然 每個人的做法都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是比較 我自己比較不會 商業這一塊 就是我很難 站在台前 我可以講話 但是我很難跟人家 溝通 那這是我的缺失 然後我需要提升的地方 我很了解這些 但哲瑞是相對來說 很能夠在鏡頭前面 甚至和 品牌商跟各個 不同 從專業背景的人 去溝通的人 這是你的特質 那每個特質的人 其實都有做出很多不一樣的 外在表現 那最終 我們能被看到的都是 觀眾看到的那一面 但他們其實完全沒有感受過 其實背後的努力是 很複雜 很困難的 其實 我自己覺得 相對於學長 阿根 我自己真的是沒有那麼細心 相對於外在 我可能 大家看起來 口才很好 講話 也不用人家搞 可以直接上 但其實這些內容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實力嗎 其實我在以前 我們剛剛都沒講到 我以前在 打工的時候 其實我從國中開始 就在菜市場打工 我家裡環境 其實也不怎麼樣 但我那時候 就是在 家裡的 親戚 就是我 表哥家是在菜市場工作 所以我週末就會去那邊打工 那其實 在市場的這種工作 你就必須要第一線接觸到 就是客人 你需要去 想辦法說服他買你的東西 所以在那時候其實就有一些 這樣的訓練 那到大一 我甚至也到士林業市打工 所以我覺得 這些東西其實是有一些 工作 訓練而來 當然這個跟天生的個性 還是有相關 但我覺得 這個都可能是後天去彌補 就是你可以知道你的缺失 然後去 透過訓練不斷強化 但真的不像大家在 鏡頭上看起來就是 喔就教練穿光鮮亮麗 所有身上都不是自己買的 然後 東西都有 就是廠商贊助 但是我覺得 我們在背後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在塑造這個東西 讓人家進來贊助 所以其實 這不是就是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我覺得我們在塑造這個形象之前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在做 不管是你自己的準備 或是 知識量 運動成績 這都不可能是說 你生下來就是一個 這麼完美 我覺得這都是透過 營造而成的 就是 我們會希望給觀眾看到什麼樣的形象 我覺得想辦法在我的 社群媒體啊 或是我的影片中 表現出來這樣 但其實是一下你看到我 你可能覺得 你不是長的就是 就是我覺得會有落差 就是沒有這麼 像鏡頭上面的這樣的 就是我覺得都會有一些差距啊 但是那個東西真的是營造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參與 就是先把 自己的正能量 展現出來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你 你若是一個很負面的人 其實我覺得 一般都不太會有 就是大家不會想接觸你 不太會想靠近 對 因為它被你沾染到 會影響到自己 對啊 好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澤瑞來 參與我們今天節目的錄製 然後我們真的非常強烈的感受到這種 澤瑞在還沒有分享之前 如果過去大家只看他的頻道 可能沒有辦法 獲得這麼多 這麼深層的東西 對 那 很感謝他 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那如果是年輕運動員 我相信在 今天這一個 訪談的過程中 會有很多新的目標 或者是你可以嘗試 而且是很直接 你可以直接就 試看看的 作為 可以去 開始做一些改變 那這也是跟我閒聊 我們節目好像都圍繞在 運動周遭 但是想要談的其實是社會文化 那 如果你很喜歡我們節目 可以 按下訂閱 或者是利用Apple podcast的 五顆星評價 然後提供回饋給我們 那我們下次節目見 拜拜 錄完了 學長這應該是破你 就是講最久紀錄吧 對我們訪談過去大概都是 四十幾分鐘 就四開頭 但這已經直接超過一個小時了 就算再怎麼撿啊 應該都是超過一個小時 完蛋了太長舌了 不會不會 我相信今天的節目應該非常精彩 對希望你們看完也有收穫 好啦 下次見 拜拜